会自己说起来的鸡腿你吃过吗 先给鸡腿简单的去个骨 腌制的调料就是屏幕上这些 这个配方腌出来的鸡腿真的是贼香 有条件呢可以腌制上一碗更入味 小龙虾会去壳牛肉 洋葱 蔬菜粒 小龙虾 小腊肠加米饭炒熟 只需要简单的调味就特别的香 把龙虾炒饭舔进鸡腿里 在尾巴的地方创上签子挂在烤网上 这样烤出来的鸡腿瘦了会更均匀 哎呀 你怎么掉下来了 烤的过程中我们来准备治愈性饮料 冲一杯咖啡 水里黄黄地放入冰杯 倒的时候要控制一下别让咖啡露出来 然后就是尽心地欣赏咖啡瀑布啦 鸡腿也烤好了 菜调平千百盘 烤过的鸡腿肉变得特别有弹性 鸡腿本身的鸡油又和炒饭融合在了一起 用手直接抓着吃真的是贼贵 快就给人家的人吃吧 谢谢大家